- 嗨,我是魔貓 今天來談一下我為什麼討厭靈能神盾 其實靈能神盾這版甚至被改強 被移到先前的元素之下的位置 不論血量或ES點起來都更輕鬆了 但為什麼我仍然建議絕大多數的召喚師 你都應該盡量避免使用靈能神盾 它給你的效益和代價如何 我們得先了解靈能神盾的特質 它會把你的盾牌的屬性全盤膚質給召喚物 不包含獲得技能類或寶石加益之類的 因為召喚物不會使用技能 而人類則視為拿著一個完全沒有數值的盾牌 連白盾都稱不上 因為連基礎的格長率都沒有 但可以吃你天賦上的 當你拿著盾牌的時候的效果 比如說女巫這裡常見的法格和元素抗慶 但不吃增加盾牌獲得能量護盾 也可以開爆風之盾 所以你的人物只比單手拿武器好一點點而已 在大多數的情況下 靈能神盾主要是以下這幾種選擇 雙小球盾和加球盾 目的相同都是讓召喚物能常駐拿球 值得注意的是雙小球盾也是一個我一直不推的東西 CP值很低 相較於1C的球盾還少了一顆狂怒 兩種都能靠刺客銀記滿Q在網站的時候拿球 當然如果你今天就是追求傷害的幽魂記憶體 那黏一個好看的絕對沒什麼不行 那第二種的話是月影之藥 我先前就有介紹過庫洛法師和冰淇使用了 這是能給召喚物最多爆成的東西了 召喚物爆成的CP值非常高 只要能拿著月影之藥還滿籃球 效益是十足驚人的 肌肉哥的破翼赦免就是用這個盾牌 第三類就是各種奇怪傳奇 比如馬雷格羅的尖刺 配合自爆召喚物可以拿到超高秒回 或是進一步降低你幻化所謂的電抗 拉高負電甲的效益 狼珠讓你的召喚物必中 但這版本的召喚物命中率很好撐了 不太有理由用這個了 那不管這些東西的代價都是 讓你的人物損失一個金盾的能力 可能還想說還可以啊 但是3.16的時候盾牌的詞綴都被大改強 像是多了法格詞或是物理見面 然後女巫能拿到的格檔也變得誇張多 一個不喝乳米水的死靈 開著海骨封劍 就能靠著天賦輕鬆達到七十六七的誇張程度 格檔是一個你有的時候你不會珍惜 失去的時候才覺得他真的太重要的東西 一個不是很認真的計算 四仙血的機體有七十八攻格 幾乎可視為有七十八的物理總監面 在單純只受到物理傷害的時候 四仙乘1.7等於六千八百的容量 注意格檔對於大傷或小傷都是一視同仁的 就是直接無視傷害 就算對王的超級大傷也是 不像護甲對於大傷特別弱勢 所以比帳面上的物理減變是強非常多的 在點零人神盾之後 你基礎上就是至少失去二十八趴的格檔 在這版本的盾牌專精還有一個 每五趴盾牌攻擊格檔就再多一個攻殼 那可視為一點天賦就可以拿幾乎五趴攻殼或六趴攻殼 就是那麼的誇張 盾牌上還可以拿術界者的格檔師回趴血 我每次都要解釋格檔回血是一個多麼白癡的一個東西 這遊戲最最最OP的一種防禦機制 以一個四肩血的機體來說的話 每次格檔可以回兩百血 那這個格回是沒有任何的CD限制的 而且不論攻殼法格只要格檔住就算 對在一個正常的雙格版機體在刷圖的時候 一秒鐘格檔五到十下是非常稀鬆平常的 這相當於這一次拿了一千到兩千的秒回 你還能說這不扯嗎 而且他不是分批是分秒回的給 而就是實實在在的瞬間回復 就跟A盾是一樣的 這也是為什麼奉獻女魔這個昇華在3.16時候又被第五次改弱了 因為那個海骨奉獻現在給秒回而不是格回了 先前還能白嫖大概一百次的格回 但這版本還是有異常海骨能夠拿到格回啦 專精也是有但是沒有那麼多了 不過相對來說的話拿格檔的方式變得超簡單 只要能找到格回能力的話 記憶體的防禦力會是大大躍進 所以到這邊你已經明白了 為什麼我會盡力避免使用零能神盾作為增傷的手段 因為作為交換我損失的東西至少是30%的格打 然後至少三條以上的好吃 這樣只是為了兩條狂怒球兩顆暴擊球實在太虧了 當然你也可以做出花園等級的攻擊盾牌啦 那帶有接近130%的增傷 5%機率雙倍傷的雙腳的盾 光是上處就有大概30到35%的 TOTO 只是如果你做得出來 那這部片應該本就棒不到你了 本來就棒不到你了啦 前面提到的速界格回盾做起來是非常輕鬆的 只需要丟花園更多生命就很容易出不錯的半成餅 那目前視頻上其實不錯的半成品也是一一就有了啦 所以如果是做格回ES的話就丟更多防禦就可以了 那建議你去用天使陰盾或者用塔盾去做 那另一個如果就是你懶得做的話 就是直接用降伏盾 便宜又大玩 護甲可以超大方 格回也是大方 這個是幽闢恐懼症跟我講的 我也覺得蠻有料的 那這就是3.16我對目前 呃...離能神盾的看法 那不過純幽魂流派前期用球盾來補傷害的話 還是很舒服的 我3.15在第四天擊殺賽九世界的偵探也是用球盾 那大概就是這樣 那總結藍人包 你要用只有雙巧球兩條有用的盾 你不如直接用球盾就好了 那用刺根印記去拿爆球 然後中後期開始 只要你有撐格檔 換格回盾的CP值會超級誇張 追求傷害極致再做雙巧球盾就好了 那你的防禦面其他 就要花更多的心思去補足 所以...欸...對 就這樣 我是龍毛貓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就來熟了 否則居然就會極然 欸... 好